戴上红框眼镜用爆米花算命 以模仿日常小人物文明的YouTuber阿翰 最新影片化身算命阿姨 廖立方老师 将算命师的口音举止 模仿的伟妙微笑带起另类风潮 我现在是要去找九天选女的路上 希望她可以送我围图 我现在已经上升到700公尺 继续上升 女星陈一涵不只坐在登山步道上做事施法 还一边爬山一边召唤九天选女 搞笑言术让她自己也笑场 而各大的社群小编也跟风 家具品牌小编就po出品底过的照片 写下本商品不含玉米和盐 还说玉米都有指定了 锅子可以考虑我 趁着这波流量宣传锅具的 还有殖米量饭店 搞笑写下真九天选女同款酱肉 饭店小编则是大推爆米花 说天女散花口味随喜 就连海巡鼠也致敬 用海巡人员的照片配上文字 马祖娘娘唯一指定救命专线118 阿瀚高还原度的模仿引起共鸣 另外这位网红也很爱模仿 邀请歌王如广众合唱也特别学对方 带起粗筐眼镜头顶招牌的马桶盖 很爱唱歌搞怪的网红娜大师 红道大咖艺人真相上她的节目宣传 像你刚刚讲到 其实她现场也常常会有些小瑕疵 可是我觉得她也是一个真的太热爱挑战的人 她到底想干嘛 每一首歌唱成这样子 对她也是八个肺的人 其实丹娜大师过去是保险业务员 不过对于音乐颇有一番见解 总是能跟来宾侃侃而谈 让明星们放下包袱同乐 她以超剧特色的歌声推出单曲 现在还准备要开演唱会 网红独数一格的表演功力各个成交点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